新竹地区优秀青年表扬大会 在新竹市生长者就业大楼举办 聚集新竹地区81位优秀青年代表 并由新竹市长高恒安 新竹县秘书长李安瑜 以及多位一级主管明代颁奖表扬 新竹市这一次受奖的优秀青年的部分 总共有36位 也包含了社会优秀青年的部分 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也有一位是我们新竹市消防局 优秀的同仁 他在十几年来的工作期间 参与过相当多的救灾 也精进自己的相关的技能 取得许多高级救护士的证书 所以我想在今天能够亲手颁奖给 这些优秀青年来肯定他们 在青年节就格外具有意义 工研院的周杨正副理 他本身其实非常的优秀 他在他的工作上面的致力于开发 就是有关节能减碳的一个技术 也把这个技术呢带到国际上 也加入了一个我们国际的组织 作为台湾代表 能够跟所有的国际的团队一起合作 来撰写这个专业的技术的专书 甚至呢也就是开发了 就是成功的一个同步 启用了我们的一个 那个西腹剂的那个市营运 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也成为我们在地青年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标杆 81位获奖青年当中 目前在新竹市消防局烛光分队 担任消防员的陈俊宏 对于此次的获奖 是给他在消防工作上的肯定和动力 服务10年喔 然后在工作领域上 其实也蛮努力的这样 对那在经历这个勤务上呢 其实也帮助很多民众 所以认为自己的工作 其实是蛮值得被肯定的这样 对所以这次获奖 其实深深的让我更有动力 去继续我的这个职业工作 目前在工研院任职的周扬正 在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 和对社会公益的贡献 也是备受肯定 确实是有很大的肯定 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 其实一方面 其实也是对业界会有帮助 那对国家的政策的发展 其实也会有帮助 那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子的 民间团体举办了这样的活动 给我们一些其他的 其他面向的肯定 我觉得是 对我来说是一种鼓舞啦 表扬大会上 鼓励新竹地区优秀青年 表彰他们的优良品德 和杰出贡献 鼓舞青年们奋发向上 为国家做出贡献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